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 五哥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涨了140几点 转眼间又快到来到1万7了 为什么台北股市 这一波行情 跌破很多人家的眼镜 眼镜 不是跌破眼镜 跌破眼镜 因为大家还在想说 这个美国举债上限 虽然这两天 大概已经尘埃落定了 可是对于很多投资人而言 他心里面还是觉得说 那指数在这里 可能也没有那么快上涨 甚至于说 好像转眼就要来到1万7000点了 大家担心会不会追高了 台北股市现在 它是以一个轮动的方式 基期比较高的股票 现在 它就像什么 四个字 强弩之末 你看有些股票 它在这里 它没有跌 可是你有发现 它在高档开始 就是 涨不太动了 是因为之前涨一段了 可是 相对有些基级比较低的 它在这里 它涨上去 那个幅度 就好像那个抛物线 我们在拉弓射箭 或者是说一个 一个飞行物 它如果出去的时候 力道很强 它的抛物线一定是 角度很大的 很大 角度出去的 可是飞 飞 飞到这个动能 慢慢减少了 它就会怎么样 从上升 变平行 然后到最后怎么样 下跌 股票的原理 跟这个 这个力学的原理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台北股市 现在你看指数 虽然好像快来1万7 可是现在还有很多 低基期的股票 正准备 就像要刚起飞的 飞机 那个冲力特别强 或是刚从 枪膛里面 射出来的 那个子弹 那个速度最快的 情况之下 它的抛物线 最大情况之下 现在很多股票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B印 我们跟各位讲 我说你看这个EPS 你绝对看不出来 甚至还有人说 才赚 赚这么一点点 去放空它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去年疫情 今年解封 去年场馆都不开 眼上会都没有 今年怎么样 每个人都要出来 每个人都要娱乐 每个人都希望 赚了钱之后要花钱 每个人都希望怎么样 要有一个 开开心心的 吃喝玩乐的 也就是所谓的 解封那个行情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跟各位讲 在八十九十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不要等到上去的时候 再追 或是最低跟涨停板 你追涨停板 跟你在低档买 那有时候一差 可能差一根 或差更多 有没有 那我当时跟各位讲 我们在这里轻轻松松的买 对不对 买完之后 你等它攻涨停 你去追它 这个一开始就上去了 我坦白来讲 你毕竟第一天涨停板 你去追 你肯定追到快涨停板 你速度没有这么快 你一定追到涨停板附近 那你追到涨停板附近 如果当天涨停板没有锁住 掉下来 你本来赚钱变赔钱 可是 如果你在前面先买 你在前面先买 那买完之后拉上去 它股价 是开始脱离你的成本 就算震荡 就算震荡 涨停板锁不住 你也是怎么样 你也是赚钱的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三天三支涨停板 那股价已经脱离你的成本了 5月23号 试驾买进必应 从这天涨停板开始 1 2 3 你用肉眼看 赚超过三成以上 你用肉眼看就好 5月23买进 整理一下 一根 两根 三根 好 所以重点是 你领先卡位布局 你上面来 你可以轻轻松松的 断它三成 你可以轻轻松松 转它三成 对不对 今天连这个6596 宽宏都涨停 但是必应我讲 最主要是他承办是大型演唱会 包含五月天 林俊杰 那这些巨星的 的说服力 当然是在宇哥之上 对不对 你们会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你们不见得会来听 会来听宇哥的演讲会 对不对 五月天 这个 非常有说服力了 这就不用我再讲了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你 能不能在这里 你去买 而不是说 这边去追 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人带你先买 你的资金 你的资金一定有限 肯定有限的 对不对 你每一档都就要去追 都要去追那种两根三根的 第一个赚不多 第二个震荡之后 你会被洗掉 所以跟着我 我带你先买嘛 而且逻辑都跟各位分析的 清清楚楚了 过去没有 没有这个商机 因为还是封城 现在有 所以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买完 一根 两根 三根 大赚超过三成 你用肉眼看就好 大赚超过三成 我三成是一个概括数字 你用肉眼看就知道 大赚超过三成 对不对 我如果买在这里 隔天 这天的收盘价 那就是三成嘛 那我在这边买 是不是超过三成 5月23号 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吗 跟着我做下一档 逼印 轻轻松松的赚钱 每个人的逻辑 都很清楚 都不要追高 你也怕追高 我也怕追高 市场上每个人都怕追高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人偏偏追高 因为第一个 你选不到股票 你不会选 难做 这个隐藏版的 回答概念股 充态 我们跟你讲 我说市场上 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人告诉你说 充态是回答概念股 这是一档 隐藏版的 回答概念股 两天两支 三天三支 现在呢 在这个区间里面 你是不是可以轻轻松松的买 短充 我都会跟各位讲 对不对 我们这边获利出掉一档股票 买充态 获利出掉一档 买充态 一根 两根 三天三根 掌停满 他早在2021年 早在2021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 挥达的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partner 他那时候就已经支援挥达 GPU Direct for Video 他是一个视讯截取卡 他就已经支援挥达 那个视讯截取卡的 的平台了 那现在又更进一步 跟挥达 做结合最新的 一个MGX 是属于医疗方面的 一个平台 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你 所以冲在三天三根 掌停满 为什么 因为他是扎扎实实的 挥达概念股 早在两年前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 announce 他是挥达的partner 他的产品就运用在 挥达的 这个 这个 医疗影像 这个人工 人工智能医疗平台 上面了 对不对 来 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 有没有 你们帮我做建议 你们帮我做建议 我为什么买建议 我说要公布营收了 我说建议 4月份营收不错 它的营收是这样慢慢慢慢 垫高的 那宏基集团 我们当时也跟讲过了嘛 我说我最早 开始跟各位讲 宏基支 安基支 对不对 这些宏基集团 下面小金基 后来不是长到宏基吗 2353的宏基也长了 那建基也是啊 他做充电桩的 对不对 昨天宏基的股东会 还有股东开玩笑 就讲 就对了陈迅胜 董事长讲说 哇 这个宏基 是什么东西都做 是转型成那个 这个做百货商场 就被陈俊生霸气回应 本来 本来事业经营 有所谓非常非常专精 台积电这样子的 那还有怎么样 你多角化经营的 本来 bestness model就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旗下这些小金基 宏基支 安基支 智联服务 这个是 软体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建基 做充电桩的部分 我当时跟各位讲 亲爱的 华城可以飙到这里来 你看到没有 华城可以飙到这里来 从以前股价都是 三十几块钱 飙到一百六十七块钱 亲爱的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月线就好 他平常股价都是在 三十几块钱 在那边混 你看到没有 混了几年 华城 这是月线 都在三十到四十几块钱 这边混了几年 三年不开张 开张四三年 你看到没有 一个月线 一个月 两个月 三四五六七八 大涨八个月了 那你就算按照 肺波恩兰西 系数八个月 中间这个一个回档 很正常 一个转折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月转折 修正之后 有机会再上去 但是这个地方 八个月了 他面临肺波恩兰西的 一个 的转折 是不是 那你看建议基在这里 他是不是才慢慢开始 跌高而已 才刚刚开始 才涨几个月 一二三四 才涨四个月 才涨四个月而已 什么东西 买完整理一天 涨停板 来 昨天 昨天公布营收 今天早上消息 见了媒体之后 直接就一个跳空开高 你根本都不要追 九点零二分 发讯息 九点一分 就涨停板了 你今天去买 都是追涨停的 我轻轻松松的 怎么样 买 今天就不用跟人家抢 九点零二分 亲爱的 你看 九点开盘 九点开盘 十九秒 九点零分 十九秒 你看 你能买多少钱 你手脚再快 你买八十九块钱 你买八十九块钱 9点二十二秒 你买八十九块钱 你买八十九块钱 接下来怎么样 你看 九点一分 你看 九点一分二十秒 涨停 九点一分 九点一分二十秒 我请问各位 你手指头光去按 你都要花个十几秒的时间了 你怎么去买 买了 你还要担心说 会不会涨停板 锁不住 掉下来 我们轻轻松松的买 我们轻轻松松的买 今天就 我就看着市场上面去 怎么来帮我们抬轿 九点一分二十秒 就锁住涨停板 九点一分二十秒 就锁住涨停板 你看见没有 九点一分 跳空 就是用跳空的方式 直接就锁住了 来 六月五号 对不对 见机看好五月营收 有机会再走高 什么感觉 看好见机 五月营收再走 看见没有 六月五号 买完 今天跳空涨停板 现在各位要记得一点 这个资金浪潮 它是 源源不绝的 可是它不会去 它们不会 它们不会笨到说去买那种 已经走平了 就是我刚刚讲 强弩之末的股票了 它一定买那种刚刚起来那种 这股票你真的要非常注意 你看到没有 今天这个带量换手 非常漂亮 你要小心这张股票要喷出了 长线低机器 好不好 不会做的 来电跟着我 我这边还有一两档 像这种 明天我要布局的 底部进去 好不好 准备赚它一个大破断操作的 欢迎跟上我们的下一档 标股的行列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听满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